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别人却不能看透它 欢迎您来到三分钟看透万事 今天我们来看崔永元写作文 无意中,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三分钟的节目 是崔永元戴着口罩散步的时候自言自语 他在节目里说,朋友劝他做节目时要戴上口罩 因为不戴口罩,他就忍不住要谈政治 崔永元说,我没谈政治,我哪敢谈政治 说完,就把口罩摘下,继续说 6月17日,他又做了一集三分钟节目 因看到一个10岁的孩子受老实羞辱而自杀 他就用三分钟写了一篇短的作文 用简单,朴实,10岁的孩子都能做作文的方法 就是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到什么 最初我知道崔永元是因为相声,小崔说事 那是我们教会组织的一次看春晚活动 后来我发现他在揭露腐败 再后来,我就跟不上他的说事了 毕竟在海外很多事我们不了解,也无从反应 直到我们开始做三分钟的节目 崔永元的口才没什么可说的 我们也不在一个世界里 他的节目多半超出我的经验 但我们所谈论的都是三分钟 都是看什么,想什么,做什么 他的节目有时会让我掉泪 圣经里耶稣要我们像好撒玛利亚人 有怜悯的心来爱世人 但耶稣深层的意思是 我们应该有起码的良知和善恶之分 我相信耶稣的初衷就是要寻找真理 若没有,我不是天天打牌,抽烟,醉酒,做知青 而天天陪上消亡吗? 面对今天世界的动荡乱局 我们要问,中国人怎么了? 或者说我们基督徒怎么了? 我们的节目只有一个目的 是要让人知道在信的人里面有圣灵 神会开恩,让他们看透万事 除了看什么,想什么 最重要的还是做什么 所以我们应该从点滴的感动和善行开始 但我看万事尽都有限 唯有上帝的命令极其宽广 我看万事尽有上帝的命令极其宽广 我看万事尽有上帝的命令极其宽广 我看万事尽有上帝的命令极其宽广